大三的时候我在台湾省某大学教卓学习 当时的专业是工业设计 我那时候非常痴迷于传统文化 所有设计的东西都是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 我当时看见我们学校门口 有一个南宋的风车模型 觉得非常漂亮 就像以他的愿意 设计一款产品最后搞出这么个丑玩意儿 当时的教授哈哈一笑直接问我 你是做什么的 我说做什么的 我是一个设计师啊 教授说对呀 你是一个设计师 那你第一应该考虑的就是产品实用性 其实这还是美观性是不是 这还是你的本质工作吧 我也沉吟奔想 不知可否 文化复能不是不能考虑 每个设计师都有自己的热爱和平爱 但一切的前提都是 你要做出一个好设计 你设计的中国风 应该源自于你作为中国人的自身文化沉淀 而不应该是为了中国风而设计中国风 为了达成做出好设计 如果中国的文化艺术有启发很好 如果欧洲的文化艺术有启发 那也不错 即便你用阿富汗的文化启发你的作品 但是我们难道就不是中国人吗 我们现在做出来的设计 难道就不是中国人的设计吗 这事已经过了六年 但是我如今还是时常拿出来回味 对呀 提到中国文化 为什么大家第一反应外都是古代古代 现在的中国不是中国文化吗 未来的中国不更是中国文化吗 马里奥是个意大利水管工的卡通 但是它不是日本引以为好的文化吗 下意识觉得古代即使我们华夏的登峰造极 岂不是又印证了我说的 明样的自信不可怕 隐形的自卑才可怕 不过也正是短短的六年 我欣喜的看到 曾经搞过脸谱 青花丝的U盘 贴个右里红的空调等等烂俗设计 终于演变成了有着中国人的灵魂 出自中国人之手 却吸取着世界精华的国产潮物 甚至一项不喜欢运动装备的 我都因为颜值 向前买了一个李宁的跑步鞋 刚好最近有德物的活动 比专柜划算不说 款式也特别多 值得一看 我之间还记得我留学的隔壁岛国 所有最贵的产品 全都贴着完全国产 什么时候我们中国成为世界的潮头 我们以国产为好 锁定未来的标杆 祖先乱世 才能得以安然吧